有一种病,正在威胁年轻人的健康,它不分男女和年龄短,每个人都会得,说的就是痔疮,痔疮的患病人群在逐渐上升,女性患上痔疮的比率比男性还要高些,生活中我们需要重视起来了。 虽然不是什么大病,可也不要太小看它呀,应该及早的,不让痔疮成为我们健康隐患,出现这些症状时就要警惕了,排便时有出血,手指上一擦拭就染上血,或是滴状,喷射状的出血。 排便时肛门最张疼痛,有刺痛感或闷痛,排便后肛门有种物拖出,有时可以自行归纳,有时右手可以推回,上厕所的时候肠蛋排便量却很少,还有排不干净的感觉,肛门周围分泌物多,臊痒,潮湿。 做肛门保健操,刻在便后和睡前进行,便后操室在便后,清洗干净肛门,然后用右手食指尖,压在肛门远处,轻轻催肛门向上,同时收缩肛门,然后放松,如此重复30次。 睡前操室两膝跪在床上,两脚灼床,头低垂,腰部向安,臀部稍高,挺身收腹深吸气,同时有力的收缩肛门,然后放松,如此重复30次,能有效的改善充血,尤其是和年老体弱,久病者。 外涂痘疏痘膏,可选用纯中药制成的药膏,直接作用于换处,压护成分可以直达皮下,进入皮肤,粘膜和质合。 首先对软炎症进行消肿,松解粘连,补充氧饭,增加弹性,进出对神经的压迫,然后逐渐修复质和窗面,消除肛门肿痛扫痒,便秘便血,当周困疑,质核症大脱水等症状, 从而达到的目的,潮方化炙了,一直坚持采用纯中药进行炮炙,对内炙、外炙、混合炙的有效率很高,并且不易复发。 现在已经被众多痔疮患者所推崇和选择,在某网上也可以找到,给大家介绍一些食疗方式。 经常在家做懒吃,会帮助缓解痔疮,一、准备红薯100克,削皮洗干净,切成小块,大米50克,淘洗干净,与红薯一同放入锅中饶成粥。 等到熟后即可食用,红薯性味感、瓶、龟皮、圣经、科补中和血、义气生津、宽敞通便,红薯中含有的大量煞食纤维,能刺激肠道,增强肠蠕动,促进大便的排出。 此款是一长期习惯性电力引起的痔疮患者。 二,脸藕粥,准备脸藕100克,削皮洗净并堕碎备用,大米50克,切放入锅中熬成粥,快舒适加入备好的脸藕,再煮15分钟即可,脸藕有效于,生津止渴,凉血止血的功效。 此款药粥是一痔疮出血,一级大便干结,便后肛门灼热,这合脱出者,建议痔疮患者做到以下几点。 一,适当参加锻炼活动,增强免疫力,保持心情愉悦,二排便时不要看报完手机,更不要用力过度,排完就要起来。 三,不要酒做酒餐,每过一个小时就活动5分钟,促进全身血液循环。 四,不要饮酒,吃辣椒,避免引起肠大和肛门周围炎症,进而加重痔疮。 五,每天用温水做浴,勤化内裤,保持肝麻干净卫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然后再做一遍导致的订阅。 谢谢大家